109年全国美术展 书法类 陈毅佐 传书康南海诗莲 金牌奖 这一次创作的主题主要是草传的表现 草传的表现跟清代传书的章法 和现实表现有很大的不同 在章法上它比较讲求歧视 开合 跟洗印的表现有点像 会有这一种的表现 第一个启蒙是我的大学时候的书法老师 林永导老师跟我说 伍昌硕是以书入印 那你们也可以尝试以印入书 用印章的布局来写书法 这一点对我来说影响非常大 从这个以后我就开始磨印章 然后收集一些洗印的资料 然后开始去做分析 第二个启发是 薛正阳老师是用竹笔写撰书 那他的竹笔的表现的线条会非常的苍劲 然后他脱离了以往清朝人要求的那一种铁线砖的格式 那日本的这一些青山山女西川林 他们精进林学的这一些作传书的形式上 也给我了一些影响 这次呢全国美展的作品 我是运用传书的一个书写 那传书的这样的书写呢 因为传书给今天的人们比较呈现是一种比较高古的感觉 那我透过书写软极式的一个方式 来作为一种古典诗词诗语 以及古典文字的一种字项二者的一种相互回应的综合表现 其实书法呢在我的创作过程当中 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直在体会一种生命 以及书写的韵律性的一种关系来作为一个结合 所以如果透过书写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它一直是可以跟我的生活相呼应的 这次全国美展的作品写的是中荣的诗品序 那文章里面描述的是诗的产生 是因为人对自然生命的一种感动 正如我们在创作时所经历的过程一样 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与观照 这几年的书法创作主要是以长风洋好做尝试 因为羊毛在笔中的不同比例 造成它不易驾驭的特性 使得在书写的过程中 往往会有意外的呈现 那我在创作的时候蛮喜欢这种意外的美感 艺术与你零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